歡迎回來 財經大白話 現在其實進入到了 台廠的脫貧世代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再用 代工思維來看事情 現在未來台灣的重心 可能高科技的重心 要放在研發跟人才上面 其實台積電就讓世界 看到了台灣這樣的實力 全世界現在高科技研發的重鎮 就在台灣 現在包含了Google 艾斯摩爾 美光還有蘋果都來加碼 在台灣這邊卡位 其實台灣要走出代工 走向研發 這時候我們應該要更琢磨 在哪些方面的發展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施聰哥 沒錯 事實上昨天的AIT 他有發一篇文章 這文章就是說 供應鏈正在重組中 這是台灣獨一無二的一個好機會 當然很多人就說 你的AIT會不會講得太誇張 我跟他講 的確目前是一個產業鏈重組 重組方面來說 有兩個部分在重組 第一個部分就是 隸屬於台積電下面的 整個科技鏈在重新重組 包括台積電現在 你可以看到 我們講幾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你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看 現在外商來台灣佈局的 最後的這個ASMO 他機子外光的EUV的話 他把全球的技術的培訓中心 放在台灣 為什麼會放在台灣 因為很簡單 因為現在台灣的台積電 是他最大客戶 幾乎一半的EUV機子外光 都賣給了台灣 而且目前全世界能夠 在量產的EUV裡面 最順的就是台灣 雖然韓國也有買 但是韓國目前的 就是因為這個傳言 就是因為韓國三星的7奈米的EUV 運轉得不順 EUV運轉不順的時候 所以導致它的量率偏低 所以整個目前運轉的 最順在台灣 當然以台灣為中心 當成是一個全球的培訓中心 是非常好的 甚至就是說他們預計 因為這是一個24小時 在回合的一個 因為他同時 他白天可能訓練亞洲的人員 晚上會訓練歐美的人員 所以是24小時 他一年可以訓練出 360名的工程師 一起的話 當然要受訓一年多的時間 你想一個機制就要一年多 沒有錯 因為它是個非常複雜的機制 你要能夠完全掌握它 這是非常大的難度 好 你看外商在這邊投資 就是為了什麼 他是為了跟台積電靠在一起 除了這個之後 還有美商的應用材料 應用材料也是一樣 它是說要第二座的 這個顯示器設備的製造中心 顯示器現在的重鎮在哪裡 過去一段時間 顯示器重鎮可能在南韓 可是接下來一段時間 顯示器重鎮有可能會 會落在台灣 大家就說你會不會說得太誇張 因為第一個 我們給大家看第一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就是蘋果 它不是我們 其實也在節目上講過 它有一個神秘的研究是 對 在龍潭對不對 而且就在台積電的牆裡 因為它在台積電旁邊 還有牆裡面 這邊有台積電 有蘋果的龍山廠之外 還有晶電 包括說友達都在這邊 他們要研發什麼 其實我們在節目上也一直說的 Mini LED跟下一個世代的Micro LED 所以也就是蘋果 大概從今年下半年開始 先從穿戴式裝備開始搭載 Mini LED 甚至今年下半年開始 有很多大型的電視廠商 一定會開始推出Mini LED 面板的相關的產品 所以這個開始要步入黃金時代 這個它是跟誰合作 跟台灣合作 既然跟台灣合作 所以應用材料就會來了 你想說這麼多材料 在這邊運作的時候 你看美光也在這邊投資 美光他投資什麼 他在我們台中的厚里這個地方 投資了大概21.23億美金 折合新台幣是600億 為什麼他投資 因為目前的整個台灣的 包括說像整個低潤的技術來說 包括說你看 為什麼他要來這邊 因為越來越多半導體聚落 都在這個地方來了 我在這個地方設廠 我是不是成本可以略微降低 這邊有供應鏈 而且有人才 對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他在這邊設當然是一個好處 所以你看現在很多越來越多的外商 都來台灣 這當然是個改變供應鏈的時刻 台灣的科技 台灣的高科技 在全世界未來 包括說像我們講到半導體 或是說在面板等等 都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未來幾年 台灣的整體的發展 其實我是比較偏向樂觀的一個狀況 現在其實不光是 剛剛時聰哥講到的這幾家 現在包含了Google 也是又砸了200億來台灣 蓋第三座的資料中心 現在總共加起來七年連續加碼的投資 現在總投資已經超過了600億 台灣科技業的這個機會點 未來會是在哪個地方 是 那就Google來說 他算是非常愛台灣的一家公司 其實他的整個在台灣投資 並不是從現在才開始 從2013年就開始投資了 第一個資料中心 2017年買下了宏達電 手中的團隊 開始製造他的一個Google自由品牌手機 2018年3月智慧台灣計畫 就培育人才的一個計畫 除了說銷售人才之外 另外更重要其實是AI 所以在今年來說的話 去年還有就是在台南購地 第二座的資料中心 最近傳出消息 在雲林蓋第三座的資料中心 基本上第三座還沒有受到證實 不過從目前所收到的訊息 就是一些土地的交易資料來看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Google 第三座的資料中心 整體看起來為什麼Google 這麼愛台灣 很重要的因素在於說 台灣的人才 特別是近幾年 台灣在AI的一些 還有大數據運算的一些 人才方面的培育 其實是領先於其他的一些亞洲國家 所以在這種以資料為主的 雲端公司或是科技網路公司來說的話 這些人才就非常重要 第二個來說的話就是 Google在台灣設的 是所謂的資料處理中心 資料處理中心有幾個 很重要的關鍵零組件 第一個就是資料處理 資料儲存設備 第二個來說那就伺服器 伺服器台灣一些領先業者 像廣達或是音業達 事實上都有 非常好的一個產品的供應 第二個來說的話 很重要的就是資料的中心 資料的處理中心 最重要的是電 那在台灣政府宣示 未來的一個供電 可能無庸置疑之外 另外就轉型綠電的 一個發展過程 那這些國際的公司 在這幾年 在過去的五六年的時候 非常重視三個字叫ESG 就是提升他們的整個公司的 一個社會責任的分數 所以他領先在2019年 就是購台灣的一個綠電 而基本上台灣這些不管是 還有就是在國安法設立之後 港版國安法 通國之後更有迫使這些網路業者 要在台灣設辦公室 來關閉他們在香港 原先的一些辦公室 或是相關投資 所以整個大環境 台灣算是相當受賄 第一個 這不光是Google 其實是臉書 微軟 好像就這一兩年 也都在台灣加大他們的辦公室 事實上就是所國際政策的因素 有產業的因素 有人才的因素 加成之下 甚至供電的相關的因素 加成之下造就了台灣 在這些所謂的網路公司 或是資料公司 有非常非常高的一個 下一個階段的投資的一個重鎮 所帶來的一個效益 除此之外的話 其實我們也看到外資開始去提升 對台灣的科技股的一個 未來財測的預期 那基本上這是過去幾年 台灣科技股 台股的一個獲利狀況 可以看到一個 當然是有所起伏 像2013 2014年 事實上整個台股的獲利狀況 非常好 今年來說大致持平 主要受到疫情的衝擊 明年的展望非常的亮麗 大概23 對照於投資會有什麼影響 給大家看一下 左邊跟大家 這個是台子電子期 長期的一個走勢 那這是月線 非常非常長一段時間 可以看到說 對照先前一張圖 也就是說像2013 2014年 就是台股的整體獲利 特別是科技股的獲利 大幅成長的那幾年 其實像2013到2014年 事實上台股的電子股 也是拉出一個長度 相對起來 到了一個成長的虛緩 或是成長停滯的一個階段 可以看到就是說 台子電子期就會呈現一個高檔盤整 甚至向下的一個狀況 今年以來台子的電子期表現非常的好 其實某種程度上也受惠於 或是說也隱含了就是說 今年雖然整體的獲利狀況 不是盡理想 但明年的獲利展望 是非常樂觀 所以已經提前反映在當前股價之上 目前來說又有進一步上修的趨勢 但是看起來基本上其實台股 未來還是相對樂觀 對 我們看到其實這一次的疫情當中 這種科技類股影響相對是比較小 甚至有的還因此社會 就像台積電講說 因為這個疫情加速了他們這個業績的大噴發 這個我們就來問一下這個朱老師 因為其實很多人也很想要搭上 這個跟著科技股一起賺 可是又不知道怎麼選股 是不是最近相關的一些這種台股基金 表現得也非常亮眼 據說有光這一個月就交出 超過5%的亮眼報酬的 到底是哪些 確實 如果說你今天你的選股能力 沒有像我們的四聰 或者是我們的疫情副總 這麼厲害的話 真的 買基金是個相對簡單的方法 還來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幫大家整理 近一個月 績效相對比較好 大家先對比到大盤近一個月 到昨天的數字是上漲4.3% 可是你看 比翰宣剛剛說的 還要更好的 你看我排到第9名 都還有7.9% 媒體是統計 他統計的時間是比較早之前 我這是到昨天最新的資料 甚至你看到第一名 15%的怕死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又大概統計了一下 161檔包含ETF在內 跟台股有關的基金也好 ETF也好 在近一個月績效比大盤好的 大概有60檔 如果你拉到今年 你看到今年到昨天 大盤大概漲了7% 你看到這就你剛剛 以一個月來排名的這些 你有沒有看到 都是兩位數 那也是一樣 161檔跟台股有關的基金 跟ETF當中 我統計一下 有125檔是打敗大盤的 這表示說 你不用有太好的選基金的能力 你設費標勝算 其實都蠻高的 那我們再進一步去看一個數字 你看到這前9檔 進一個月的排名 你可以看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你發現有一家投信特別的多 前9名裡面有6家是他的 是他們旗下的基金 這代表什麼 他們公司的這個基金的 研究人員很厲害 因為研究人員出報告 給基金基底人去挑股 那我報告已經把不好的過濾掉 所以基底人隨便挑 績效都很好 所以相較之下 其他不是屬於野村的 就只有剩下 你看有德信 然後富邦跟富華 就只有這三家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我們剛剛都在強調說 科技股很好 可是你看到 以這前9名的基金裡面 科技基金其實就一檔 其他的都是綜合性 這表示什麼 我如果不會去挑個股的話 只要我相信基金 他們這種綜合性的這種基金 也就是說我沒有特別 一定要說科技股 反正什麼股 會賺錢就好 我去挑的話 你有看到 績效一定很好 我不見得一定要迷信 說一定要挑科技股 而且現在科技股真的 好好的可能真的很好 可是說轉就轉 就像台積電跟聯發科 這種感覺 聯發科你要注意 之前很好 可是最近聯發科就不好了 所以我想一般的投資人 真的沒有賺能力 但是你這時候 你相信這些基金經理的 尤其你看他的績效 這麼亮眼 當你沒有選股的能力的時候 你利用基金其實一樣 可以讓你賺到不錯的報酬 好 其實我們看到 今天這個台股表現 是先漲後跌 最後收盤的時候 是跌了35點 來到12797點 這幾天其實外資 有轉賣為買 哪些是外資特別留意 這個盤面強勢的指標 馬上回來 趁大白話